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三分鐘市評,我是李國慶 今天恆子完全回補了1月2日的上升列口 如果就算有反彈,投資者應該是留心觀察23,000元 這個阻力區是否能夠升破 就決定恆子是否真的重新已經跌完,重新進入反彈 我們看看今天的市況,大家看到這幅圖 恆子今天跌了124點,就收22782 但成交偏低,只有654億 關鍵是甚麼呢,關鍵是今天的最低位22675 剛剛輕微低於1月2日的上升列口 途中水平線是22698 完全回補上升列口,技術上高是好的 但要留意一些事 今天呈現一個像星體、垂頭一樣 原本是這個市場應該要反彈 但成交不振,成交偏低 所以就不能夠確認到,這個就是已經是完全跌完上升了 判斷它的方法呢 我認為就是,你能夠重返呢 我現在途中箭咀所指的這個位 即是這個列口23100區 市場如果能夠上升,我們可以放心,看得好些 否則的話,我認為大市都是說,可能還要再跌多些 那怎樣呢?後低級納就是較為穩陣 為甚麼擔心市場會跌呢?大家都知道 今天收市之後,剛剛港府就出了招了 那地產指數呢?其實會頗不明朗的 政府是決定了加印花稅是一倍的 那我們看一下地產分類指數 這個圖就是地產分類指數的圖來的 大家看到6月以來的上升軌是列口下破了的 今天連續第二天是收在這個列口上升軌之下的 那如果星期一它不能夠重返上去 你要擔心地產股很可能會領跌的 本地是這樣,有些隱憂了 但其實外圍,你暫時其實美國那樣東西其實不是很擔心的 美國雖然說,可能會退市 但其實那個退市的路,其實還是很遠的 現在估計就是說,其實會維持 道指會維持在13800、1450這個環境區水平那裏 那直到真的有明確一點的方向 其實道指就算會跌 我估計其實都可能會只是回到13600區 其實就是去年支持 去年突破之後的那個位置 那這個是,你未跌破13600區 其實就很難說是,道指已經是轉勢要跌的了 那上升指數呢 反而呢 已經跌了那麼多天了 估計現在兩級支持,2275和2235 即是途中呢,兩條水平線 我覺得跌到第一個,275水平 是投資者可以考慮吸納A股ETF的 那為什麼呢?因為估計其實是 兩會行程之前呢 有一個調整 但是呢 3月3號 5號這兩天,兩會照開之後呢 估計市會回穩的 所以就不是那麼擔心 如果最後說港股短期有什麼呢? 可以留意一下 或者可以看看六幅 今天它公佈了一個業務狀況 六幅就是說 看到它農曆新年期間 港澳銅點銷售升42% 內地升42% 你看到本地業績 即它本業的業績是挺好的 但是其實股價呢 在過去一段時間呢 是由30元跌到24元 跌幅是達到三成 那可能是因為呢 跟市場擔心金價大幅下跌 有關 但是其實本業多好 可能會值這個消息呢 我覺得會有機會反彈 好,今天分析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